民意国中应届毕业生以及家长们大家好 首先校长谨代表全校亲师生 恭喜同学们毕业 这代表一个学习阶段的结束 以及另一个人生阶段的开始 希望你们带着师长的祝福和叮咛 挥动信心的翅膀 会在开阔的天空里 用心去观看 用心去领受 靠自己的品行举止 受人尊重 靠自己的专业 立足社会 靠自己的终心学习 不落人后 开拓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对于没有毕业典礼的你们 纵使心中难免有遗憾 这也是另一种集体回忆 其实同学们 你们正在学历史 有一天 你可以跟你的儿子 孙子们说 你走过了2021年的新冠会员疫情 所经历的一切 那一年 你们刚刚考完人生的第一次大考试 国中会考 回到学校正跟同学和老师们激烈的讨论 会考的题目 线上自主学习 休息课业 在疫情中 这一届毕业的你们 被迫着必须比之前的学长姐更快的长大 不过校长要请同学们 把意念聚焦在自己有多幸运 相信自己不但能 撑过去 还会更强大 因为疫情的关系 国家为了保护每一个人 颁布的政策或许影响我们的计划 但都是要确保我们可以更好 更健康 如果我们可以一起遵守这些政策 不以群聚形式办理毕业典礼 其实表示我们这三年学校的教育 有了真正的意义 因为我们被教养的体贴 懂事能为大吉共体时间 放下小我 这样的态度更证明教育的成功 而且我们如果用积极的行动力 支持国家防疫政策 把这份体贴转为回馈社会的一份毕业礼物 那么这一切就更有意义 也让今年的毕业典礼 更加一种不同 现在我们能健健康康 快乐乐的学习的 就是一份难得的幸福 再也没有比这份更珍贵的礼物 今天民意国中的师长们 已将自己如何培养同学们的 品格力 创造力 互动力 这三颗种子 牢牢地种在同学们的心里 期望各位同学用心去灌溉 充实生命中的新年花园 相信日后 定能开出芳香的花朵 跟丰硕的果实 校长 还要再次叮咛三件 其免同学 第一 我们要有热情 投入 以分享的心 对学习 要保有热情 才能够热在其中 对学习 投入 才能够出类拔萃 而一旦有成就 可要有感恩 分享的心 你们必有以后 将面临复杂多变 充满诱惑的社会环境 我相信 只要你们能保有热情 投入 并在功成名就之际 能够彼此秉持着分享的心 就能够散尽社会的责任 第二 要发挥慈悲的情怀与行动 关怀周遭的人 事 物 愿意伸出援手 帮助他人 把温暖 带到人间的各个角落 永远记得 师比寿 更幸福 送花的手 总会有点异香 各位亲爱的毕业同学 你们要体认 人类最根本的 侧颖之心 伸出援手 是人性的本质 是凌驾一切的最伟大 动人的力量 一本畅销书 世界上最贤奇的24堂课 作者点出了人生幸福的所要的关键 在于人内心隐藏的无限力量 天生我才必有用 运有多大 力量就有多大 只要我们拥有正向而且健康的心灵 一切为他人服务 着想 相信你的人生会幸福快乐 人生的旅程是一个马拉松的比赛 所以必须靠耐力、体力、智慧与意志力 才能跑完赛程 并获得问心无愧的成果 我们不一定要在人生的过程中获得冠金 最重要的是要不要无愧 对自己说我尽力了 亲爱的孩子们 毕业了就要勇敢走自己的路 只要你够努力 够认真 你的人生路上自然会百花开放 万指千红 以上是调长希望大家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有所启发跟帮助 今天过后 你们将各奔层层 展开人生新的一页 相信毕业于名利的你们 未来定能闯出一番成就 开创属于你们自己的一片天空 师掌们对各位深具信心 YES 别忘了你们并不孤单 免疫的师掌们永远陪伴着你 最后祝你们蓬城万里 祝你们荣耀母校 祝你们生命如凤凰花般的灿烂 永远的祝你们 尊重 拜祝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